五脏六腑与德行有关 身体有正气就不会小生病吗 还是偶尔因为外因而小病 学气功会把身体调养过来吗 要把正气养出来 就只是调自己的身体 但没注意德行的改过 身体的正气会提升吗 这个身体有正气就不会小生病吗 这个生病有很多是因果病 你光有正气不会不生病 当年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都经过菩提树下还是悟到了 那么有一次他头疼三天 结果别人问他为什么释迦牟尼到了这个程度 你还头疼三天 结果他说当年他是在做释迦族人的时候遇上大汉 村子前面的一个湖泊呢 干枯 干枯以后老百姓就把里面的鱼都弄出来吃了 其中有一个大鱼王 很大 然后释迦牟尼当时是个小孩子 他天生吃素 不吃鱼 但是他好玩 拿那个一个小棍敲着那个鱼头三下 说是现在此事头疼三天 头疼三天 连释迦牟尼修到这个程度都要头疼三天 何况我们呢 说有些是因果病 不是说你体内正气存了 饱满了 然后就不可生 不生病了 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至于说气功是否对身体有调养的 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的精气神 你通过调气 对五脏有修复功能 对身体有建硕功能 你这是学正道的气功 因为现在很多气功呢 是打着气功的名义 在穿邪法 穿邪道 比方说有些他们教的是附体神功 你不懂 你去学了 结果是借助动物灵体 在吸收天地的能量 那这种不单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 将来还有大害处 所以是学什么气功不懂 最好问一下师父 师父帮你观一下 看你所学的气功是否是正道的气功 目前是在末法时期 邪门外道 他们以各种手段来蒙蔽信众 蒙蔽大众 你们以目前的水平 是没有办法辨别正邪的 所以就让师父帮你观一下 他的后面 只是一个简单的气功 还是一个邪的法门 在借气 在操控你 这个很重要 那么把正气养除来 就只是调自己身体 没有注重德行 会使身体的正气提升吗 正气和德行 是一个整体的 这个叫粒子和波动 你的德行是一个正气 向外 它的物质粒子向外的一个波动 产生的一个场 的展现变成德行 被别人感知 所以你如果是说 你正气起来了 你的德行反倒坏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自己行邪恶的 非道非德 非天地人 非人意理智信的德行 那就只能告诉你 里面是邪气 魔气 这不是什么正气 练气功 是不是会练来邪气 Yes 如果刚才说 你是被魔界 邪灵附体 你是觉得气饱满的 实际上你这个气球体里面 冲的都是阴魔的邪气 阴魔的邪气 那么也会感觉到自己 身体好了 这里不疼了 感觉到挺舒服了 实际上是体内充斥着一股邪气 那么这股邪气 将来它形成的邪神 展现出来的就是 非道德的行为 身口意 非道德 如果是正气 向外产生的波动 一定是人意理智信 和天地人三才之德 一定是纯德纯道 是这个要重视 没有说矛盾的 说我练气很好 结果我这个德行又很坏 脾气又很坏 它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成正比例的 如果是否他们仍然会 我们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休息者 我们下转就有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